來 史上最難看的 對 史上吃項最恐怖的 就是金牛跟水星金的 喔 哇 但是他其實是算得非常的清楚 那他的吃項會給人家難看的 一個原因是 第一呢 他一定現場點錢 講清楚 所以可能會給人家難看的感覺 然後五毛錢也分得很清楚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害羞 再來就是對金牛座來講 先把錢講好 其他再講 例如你有急事找他 請他幫個忙 他會問多少錢 然後颱風天請他來 顧一下你的服裝店 因為已經淹水淹大水 他會說老闆 那我今天淹水 那我去加班多少錢 他先講好錢再做事 所以這個感覺 會讓人家非常的受挫 是說感覺上吃項難看 但其實是他分得過於清楚 然後他可能覺得 跟你不熟就包300 那熟一點就包500 然後他也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對他來講 錢就是錢 那人就是人 人跟錢還有情意 這些都是分開開的 所以他什麼事情沒有講好錢 你要他動都不可能 當然從不同的面向看 如果我們的財務規劃 或者我的遺囑法律顧問 我一定要請這三個先做 因為他會幫我真的 如果反過來講 他是你的員工的話 你給他錢就加班 那沒有給錢 他也會把事情做好 但他會準時六點整 就離開辦公室 他就是這樣也是很OK的 對 OK 來 不過剛才講到這個遺產 蘇律師就提到說這個 你建議父母就提早規劃遺產的分配 然後還可以隨時更改遺產 對 但是那講到這個房子跟其他所有物 你說不要隨便過寄到小孩的名下 會拿不回來 對 問題是在這樣 剛剛我們輝文有講到一個案例 但是因為小孩子不長眼 他就是一直講說那個 罵他爸爸媽媽 可是如果他都沒有的話 我們想看一個狀況 你唯一賴以為生的兩棟房子 全部都給小孩了 分完了 你最後你說好沒關係 我在重演那邊 你每個月給我多少錢 那麼這時候 他們不給你的時候怎麼辦 對 常常會有這樣子 有這樣的意思 譬如說有一個老先生 他已經75了 他說他要把房子都分給小孩 然後但是有一個譚書就說 房租現在都是要我領 那我用剩的也會給你們 結果領了幾個月以後 老大就開始講說 這個月他怎樣怎樣很苦 所以那個我先磨來用 然後第二個又講怎樣 以後你都拿不到錢 就是後來就還要被 好像起課要拜託 我這個月要一兩萬 就是說千萬先不要提早這樣 先不要提早全部給 因為如果你很多的話 你有10棟 你不要說10棟全給 10棟 10棟房子 因為我們碰到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是 他本來這個很健康 那個先生很健康 那他太太已經過世了 那他就是有10棟房子這麼多 他就靠收租 那就是包租工 包租這個錢就夠他生活了 他就說你這樣 把你這樣子這樣不好 以後很多遺產稅 千萬你要先分一分 因為他想對 可是他有上過課 他覺得你不能全分 他突然有一天碰到一個狀況 他去醫院檢查 老公醫生說要開刀 因為我有什麼鹽 說肝這邊有一塊什麼腫瘤要開刀 醫生說這個很危險 可能你可能開刀過後 70%的危險度 有30%可以活 他想說這樣很危險 乾脆算了 我通通就分一分 就照著兒子全分了 分完之後我告訴你 手術進行格外順利 就是沒有死掉的 就是沒有死 人生最悲慘的事 人活著錢沒了 就很高興 就大家錢全部分完了 然後而且很健康喔 之後他說 這個兒子啊 我不是分給你兩棟房子嗎 這兩棟的租金 這個5萬塊 給我平常花用 你這時候還反過來口氣 對 要不要變阿伯 爸 你才拿3萬塊 現在又跟我拿5萬塊 他就開始不高興了 完了沒辦法 可是就知道 你現在房子分給人家 沒有特別的原因的時候 那你是拿不回來的 沒關係 真的不能先給人家 我有一個例子是 爸爸剛剛退休 那在日商公司嘛 拿600多 600多萬 結果兒子之一馬上過來 現在那房價正低 那我先把你這個錢 借來買那個房子 但是以後租金就讓你們拿 結果那房子買了 買600多萬還是要貸款一些 然後兒子就說我繳貸款 所以那個就房租啦 房租就讓你們先領好了 那如果不夠再給你拿回來 房租多少 一萬二 兩老就靠著那個一萬二過一個月 好可憐 好辛苦 好可憐 對 不過這邊要趕快問一下蘇利師 就是說如果父母突然過世 就法律的角度 是按照子女人數均分嗎 不分男女嗎 不分男女均分 有五個小孩假設 就沒寫一組的時候 沒寫一組的話 小孩子均分 那有配偶的話 配偶也分一份 那如果孩子不孝呢 配偶只能分一份喔 還是要問之一 不是 一份喔 配偶只能分一份 這跟小孩子的話 假如說他有一個太太 那你只有一個太太啦 一個太太 然後五個小孩的話 從他除以六 沒有遺囑的話除以六 那如果其中有三個小孩 是不孝的 從來也不聯絡的 那他們也可以回來分嗎 可以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啊 為什麼有王子的故事這樣 那我們這些孝順都爭孝 故母應該要恭敬一點 所以要寫遺囑點就是這個意思 除非有例外 就是說如果說他今天有特別不孝 或者說他有毆打 或要殺 就是我們有那個繼承人 如果說你有去殺 就殺父母親的那個 那就沒有 那上市繼承權 還有棄養 在法律上 棄養呢 對 棄養也是 有遺棄被害遺棄罪的那種的 而且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說有重大侮辱情況 例如說你可能 你不回來 那有的不回來原因有很多 有的回來可能跟爸爸媽媽 流牛打之後 他就父親離家 那就有辱罵 那這個有惡意 就是惡意的狀況 情況下 爸爸媽媽也說 這個小孩子我財產不分給他 而且要明確的說出來的話 那是可以 他就可以上出去的 不能講明確說出來沒有用 明確寫出來 對 律師公正 對 可是 小孩公正或是說在律師面前有做 我有 我知道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老太太 他先生有很多土地 可是先生先生過世就過給他嘛 結果那個 兒子好幾個都想分這個慘 可是兒子覺得說 不好意思叫孫子 結果孫子就逼那個阿嬤 就每次都打罵 打罵之後就割一塊地賣掉 或者跟人家和見 然後一直割到最後 他說他自己有一個家廟 小小的家廟跟自己住的地方沒有弄 最後還是守不住 孫子用打的嘛 你不給就不給 那老太太一直 三四十年這樣一直被打到後來 連自己居住的地方都沒有了 錢的嘛 是 好 是 來 我們接下來請周老師 從這個手面向的角度來看 老師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特徵是容易繼承大筆的遺產 大家都說天上不會掉下錢來 但是天上真的會掉下錢 他就是父母給你的一大筆遺產 但是要看看你到底 符合不符合下面這些條件 你才有辦法說 能夠一大筆的遺產 全部嗎 老師還是中一個就有 大部分如果說要一大筆的話 都要符合財业 對 要不然都是一大筆一樣 你做一個十萬好不好 做一個十萬 因為幾百萬沒有算什麼 來 我們說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我們稱為是 官路宮 這個官路宮一定要非常的漂亮 所以說其實這個官路 其實就是額頭 再加上這個地方 就日夜叫父母宮 還有這個叫福德宮 所以整個額頭都漂亮的人 你看他額頭漂亮表示說 他的父母的那個叫做 我們說他有就是教育 各方面都很好 那表示說 你本來就是出生在一個好的家庭 你問我 你就已經拿那麼多了 你看你的額頭 我才有阿伯 我媽媽告訴你 給我 真的喔 對 就是表示說 額頭好的人就是你的出生的 那個條件不錯 所以就有那個 繼承遺產的這個機會 再來就是說 三根 三根的話就是在眼 就是兩個眼睛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鼻子這個地方 你要講三根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這個三的這個來龍 那如果三根好的話 三根有一點凸龍 就是這樣比較高 比較高一點點 又有肉 那就表示說你的來龍不錯 你的根基不錯 那根基不錯的話 就代表說你的父母親一定能夠給你 所以他就有機會得到一大筆的這個財產 這個遺產 對 再來最好的就是鼻子嘛 我們講說要看這個人的財富如何 一定是要看他的這個鼻子 那個鼻子一定要怎麼樣 豐厚有肉 還有這個兩個鼻翼 就是你不管正財偏財都要好 還有就是財跟褲也要強 對 還有這個要隱隱的 靜純潔 對 所以你看 如果說像一些大企業 那個大企業那個企業主 你看他的兒子 哪一個人的兒子 是那個鼻子小小的 沒有 沒有鼻翼的 你看不到 真的耶 新聞上我們看一下都沒有曉得 對 你看不到 所以說表示說 他一定能夠繼承 父母的大筆遺產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如果說有的人 就是他很可能鼻孔比較大 那鼻孔比較大就表示說 他很會花錢 但是這種的 能講企業主的兒子可能是會有 但是一定沒有那個小鼻子 能夠繼承大筆的遺產 對 來 後面還有幾個 我們看符不符合 到底能不能繼承到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